你有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啊 那没有得到我们文明了 于是这个文明里的文字 有很深妙的意思在里头啊 我们有没有文呢 没有 什么人会文呢 菩萨会文 我们现在不是菩萨 我们现在是听今 听佛号 听而不文 也算有点功夫啊 听而不文了 注意晓得 这个字是菩萨三会之一 菩萨的三会叫文思修 在比丘叫三学 小臣叫三学 大臣叫三会 这个文是文会 不是这样我们听到的这个不是文啊 三会到底是一会什么事情 三会的会 是界定会的会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要想得文会 要先完成 要先完成界定会议三学 你看 这佛在经上常讲的 因界得定 因界得定 因定开会议 会议开了之后 那你就是菩萨 会没有开 会没有开 不是菩萨 你才晓得这个界是多重要 我们今天这个界怎么修法呢 我们把佛陀的教诲 降到最低水平 绝不能够设谈 身为菩萨的修持 一定要承认 自己是业障深重的凡夫 从什么地方修起 从十善五界修起 射向五界都做不到 你就永远是明自为重 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 古德所谓的 口念弥陀 心散乱 这功夫不得力了 口里头念阿弥陀佛 心里面胡思乱想 这不能往生啊 所以念佛要真念啊 什么叫真念呢 放下万圆 一心专注 二六十中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统统发下 为什么呢 用我不相干嘛 你要这样念佛 你功夫才会得力了 你才会念到得定 这叫持戒念佛 这叫持戒念佛 是得 极得累功啊 功是什么呢 功是十善业道 你要修十善业道啊 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佛法的根本的根本 十善要离开了 要修活了 你的根基没有了 我们常常用植物来比喻 十善是根 你的根坏了 你怎么可能成就 你所作所为 都是我业 你的古堡 在山土 事出世间 一切话 没有别的 菩萨眼睛里看起来清清楚楚 什么回事呢 夜莹古堡啊 互相惆怅而已 凡人 再有聪明智慧 也没有办法 预知的 只有圣人能够预知 你要问 圣人凭什么能预知 圣人通达一切 四里因果 他知道 对于四里因果不能够通达明了 凭我们想象 猜测 推算 都会有差误 都不能够得到真相 看看 所以 我们 用功 持戒 念佛 用持戒念佛的方法 得清净性 愈念佛 心愈清净 妄念少了 烦恼轻了 智慧自然就长了 这是念佛 功夫得力的现象 你得不得力了 就在这个地方看 自己知道吧 所以我们念佛求的是什么 是求清净心 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这是我们念佛人要求的 一心不乱 就是清净心 心不颠倒 智慧现象 由此可知 我们用的这个方法 持戒念佛的方法 是修定 是修会 佛会与双修 而修行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最殊胜的 无过于念佛 念佛法门里面 最殊胜的 无过于念阿弥陀佛 是修行的 是修行的 是修行的